大学只考第二天 这个新话题是大家可以来吹冷气了 而今天的文科登场的日子 预估全台会有八万两千多人硬考 不过因为就是今年考场开冷气 竟然有考生舒服到睡着了 也有人因为教室里外温差大 结果肚子痛 大学只考第二天文科登场 十大考场外头有文昌帝君 帮考生加油打气 不过有考生没被剥皮到 因为迟到十分钟赶紧搭小黄来硬考 怎么现在才来 不要吵不要吵我现在来 迟到考生匆忙进考场 提早来的则是有备而来 垫子 为什么呢 因为怕椅子太硬 还有做哪些准备吗 就平常心 所以你今天才是特别穿长袖来吗 对就是因为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冷 考生硬硬冷气开放有准备 有的则是太舒服梦周公 别人有几个就蛮早就爬起来 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太凉了吧 设定在26到28嘛 那所以就是可能有人 我就觉得有点就忽人忽人 应该再设定低一点点 对然后所以我就肚子有点不舒服 这样的 考生说还好没有影响作答 不过上午第一节考的是数学译 大多数的考生认为计算多 文字叙述又长 算是有难度 至于第二堂考的是国文 下午考生则是要应战英文和数学奖 不过因为今天的高温 有可能到达35度 考生一定要多防晒补充水分 而山区则是要预防午后雷震雨 中天新闻林一清 严廷SNC小组台北报道